聂未平围棋道场之 小喵小蛙 学围棋 我们上节课讲过了 征吃这种吃子方法 来看这儿是征子有利 还是征子不利呢 虽然白棋就有两口气了 但这里有白棋的救兵嘛 应该是征子不利吧 嗯 是征子不利 黑棋打吃的话 白棋跑再打吃 看 白棋就溜走了 嗯 是征子不利 那小朋友看看 黑棋还能否有别的方法吃掉白棋呢 A 能 B 不能 我好像做不到 真的 看我一招 哇 好帅呀 你怎么把棋怎么像在这里了 这没堵住白棋的气呀 你用白棋试试看能不能逃走 我来试试 我逃 哈哈 打吃 张高 我们只剩一口气了 别着急 我跑 怎么 还是一口气 这下跑不掉了吧 我下在这里可就把你的棋子全部提掉了哦 猫小猫 猫小猫 你好像被渔王绑住了 哇 老师好厉害 这是什么招式啊 啊 这叫加吃 加是古代一种可以锁住别人的工具 加吃就是锁住对方棋子 让他们怎么都跑不掉 我要去 我要去 精灵道场之 加吃 首先 加吃的要点是 要在对方两条逃跑方向的中间来落子 然后对方往哪边跑 我们就从哪边堵他 哇 真是个妙招啊 一般情况下 加吃时要注意自己的棋子 要比被加吃的棋强大 如果是这个棋型 白棋这块棋和黑棋这一棵都是两口气 如果加吃会怎么样呢 我加吃 白棋逃 白棋往哪儿跑 我往哪儿堵 啊 这棵黑棋只剩一口气 要先被吃掉了 是的 白棋可以从黑棋气少的地方冲出去 无论如何都堵不住他们了 鱼网破了 小鱼跑了 哎呀 你就知道吃鱼 嗯 现在换你们来抓小鱼了 有救病不能用争吃 而且有两条路 加在两个逃跑方向的中间 加吃 他往哪里跑 我就去那咋吃 成功 我也要玩 要多吃几条小鱼 好 试试加吃这两颗棋子 一 二 三 老师 白棋这儿有三个方向啊 您不是说两个方向才能加吃吗 小朋友 你们说这里有A两个方向还是B三个方向呢 我们有三口气 但是只有上方和右方两个方向 所以要下A 对 这两口气方向都是向上的 哦 那下这里 小喵 你来下 好 你往哪边跑 我就从哪边挡住 好 那我不跑了 越跑 被吃的就越多 小喵表现不错哦 直到及时停止损失 以免自己被吃更多的棋子 画龙点睛 这节课我们学习了撒网抓小鱼的方法 加吃 加吃时要注意 一 落子在对方两条逃跑路线中间的位置 二 对方从哪边跑 我们就从哪边赌他 三 参与加吃的棋子 正常情况下要比被加吃的棋子气更多 坚实的鱼网才能捕到小鱼哦 实战更重要 快来和我们一起做练习吧 黑白论剑 黑鲜 用加吃的方法应该下载A还是B呢 正确答案是下载B位 因为B位是白棋两条逃跑路线的中间位置 黑鲜 应该下载A还是B可以加持白棋呢 应该下载B位 暂去白棋两条逃跑路线的中间位置 黑棋要怎么样能加持白棋呢 A还是B 要下载A位来实现加吃 黑鲜 用加吃的方法应该下载A还是B呢 正确答案是下载A位来加吃白棋 黑棋下载E位能不能加吃成功 答案是不能 黑棋有两颗气比较弱 没有比白棋强大 因此白棋可以通过打吃跑出去 我们下节课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